大家好,我是Stan 在YG承认激素与安波云的恋爱后 对安波云的关注变得非常火 不只是在韩国国内 就连美国、英国等的主要媒体也在报道 成为激素男友的安波云 不管是IG追踪也好 关键词搜索也好 真的是收到了极大的关注 但同时 安波云过去的一些行为 也被网友们揪出来 重新引起了热议 就连韩国媒体们也是相继使用 安波云争议 安波云人品争议等标题 报道相关内容 首先是在2021年 安波云因为订阅了 常常制作有关艺人名人的谣言 而引起社会问题的频道 被网友们指责过 当时安波云解释过 是管理频道的工作人员 不小心订阅的 不管怎么样 这是为能管理好频道的我的错 真心地向大家道歉 但是直到现在 看韩国论坛的话 还是有很多网友们指责这件事情 然后这几天 在韩国论坛出现了 2021年 安波云与金刚文主演的网剧 Yumiya Seppo的幕后话序片段 在该影片中能看到 正在接受访问的金刚文后面 安波云与拿着剧本的 女婿工作人员站在一起 所以部分网友们就留言指责说 安波云没手没脚吗 连剧本都要工作人员拿 牌没红就这么耍大牌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我们无法了解前后情况 使用这团影片去判断人品 太不应该了 成人脸前后 马上对安波云进行攻击 是不是太过分了 而对此 安波云的搜索公司 今天对媒体表示 工作人员为了和剧本进行核对 所以就将手机 跟剧本一起拿着了 虽然这可能会引起误解 但并不是所谓的伺候还是什么 两年前的影片 又被拿出来 也就证明了 对于安波云的过度关注 如果华语圈的观众们 看到有人拿着这个片段 来算安波云的话 绝对不要被骗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被自己取得其俗安波云西匹名 吓到的外国粉丝们 在公开恋爱之后 外国粉丝们就做了 其俗安波云的西匹名 安波云 其俗 就叫 马 或者是 不气 不气 结果一位网友发现不太对劲 就赶紧发出贴文表示 告诉大家 你们说的 在韩国是指 不气 然后也更详细的发文解释 女性生殖器官 女性生殖器官加男性生殖器官 保守的 就不要使用波了 疯了 保守的最好笑 just don't use波 按波云有三个字 为什么偏偏选了波 使用波也可以 但换一下顺序吧 选那个字 应该是发音最简单吧 解释这个的人 应该是韩国人 所以连puchu都能说明 对 puchu是 加上 太有创意了 最后大家来找一下 不一样的五个地方 答案会在结尾公布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